在跑跑卡丁車手機版中 有一種遊戲幣 酷幣 可能用來購買遊戲中商城的永久車子 也可以抽日後推出的傳說車子活動 看你用來買商城永久車 還是用來抽以後的傳說車 接下來告訴你們獲取酷幣的各種方法 每日登錄獎勵 某些現實活動 都能獲得酷幣 除了酷幣也還有不錯的好東西 所以記得要每天登錄領個獎勵喔 還有每日任務 依照上面的任務需求 每天完成8場每日任務 即可獲得200酷幣 另外升等後 任務獎勵也會有酷幣可以領 每天登錄情節的話 以後就會有很多酷幣囉 接下來小屋部分 進入小屋5分鐘即可獲得88個酷幣 被小屋與好友打發時間對聊天也是不錯的選擇呢 排位賽部分 除了能解每日任務外 你在排位賽的段位在排位賽結束後 可以獲得對應的酷幣獎勵 故事模式部分 依照故事模式挑戰完成行星後 打指定數量可用來換酷幣喔 對於一些打發時間的玩家來說 也是可以來玩看看呢 通行證部分 依照通行證活動 解每日任務拿取積分 通行證活動獎勵也有大量酷幣可以領 如果你有開通通行證的玩家 可以領更多酷幣喔 最後就是儲值滿額 你平常有在小課的話 只需要購買200-550電池 即可每天領取大量酷幣 時間有30天 時間結束後 可以再次購買電池再領一次 對於機少成多的玩家來說 這樣的機制算是很不錯呢 以上就是各種酷幣的取得方式 希望這則資訊有幫助到你們 謝謝各位 如果有其他或更好的酷幣取得方式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分享 謝謝你們看到這裡 我是愛喝咖啡 感謝你的觀看 怎麼辦 謝謝說 你好 謝謝 謝謝 啊 哇 這樣卡到 這是什麼飄啊 鬼步飄移啊 其實我對這種競速賽我真的還不太熟悉啊 哇 剛講就落賽了 他的甩尾太靈敏了 所以你輕輕甩他就甩很大力那一種 可能是因為我排位太低了 然後隊友也就是偏低的那一種 我這第一名是假的啊 因為我才剛打排位而已我是最低階的那一種 我可能在玩個機場我就會被虐 這一些都假象 不然我玩那麼死還可以第一名 青銅車手 中路線 哇 哇 竟然倒追 有沒有那麼扯啊 可能是遊戲才剛上市的關係吧 還不會玩的人很多 雖然我也不太會玩 哇 這真的還假的喔 這是電腦吧 不太會玩 直接擋一波 這關怎麼開 我是誰我在拿 這關我不熟悉啊 WTF 我怎麼突然 我怎麼突然 哇 現在跑跑來走水路啊 我是不是走錯地方了 我應該是要走 走邊那個地方有超近路對不對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他那個是耍我是不是啊 我靠 所有人開這邊都一頭露水 都幫我哪一開 哈哈哈哈 直接 直接問號呢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 應該是有一條 順路可以 抄進去 完了完了完了 我這邊 甩過頭 這邊他船是會自己開的 所以我不用理他 然後這邊就是 等一下要往左邊 走看看 喔 這裡是哪裡 喔不是不是 呵呵呵呵呵呵呵 完了我被超越了 是一個正在 手西 手西路的小夥子 喔 兩圈而已啊 來啊 有人一開始要放話囉 哎唷 欸欸欸欸 欸 欸 失控失控了 喔 他真的說的話真是真的捏 他開好快啊 他好強啊 有高手耶 雷 為什麼沒滿啊 他可能沒有一個人說不停的 我沒來啊 對 沒來啊 對 沒來啊 沒有了 我沒有了 哇哇哇哇哇哇 那個人真的很強耶 追不到 我們那個第三名的ID 不太妙啊 我們贏了 因為我們人數 盡終點過多 好啦難得遇到一次高手啊對他按個讚 那影片就到這邊先結束囉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訂閱加分享那我們下次再見拜拜